洋葱这样做,好吃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凉拌洋葱的家常做法 爽口开胃,鲜嫩清脆 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入味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简单又结地气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个包去外皮,清洗干净的洋葱 最要是选择这种红皮洋葱 吃着味道香,口感脆 当然没有的也可以用白洋葱 从中间一切为二 再去掉洋葱的根地不要 这样可以防止切出的洋葱丝粘连在一起 再次把洋葱像这样分成两个 这样的目的是让切出的洋葱丝粗细更均匀 如果直接切的话 外边比较粗,里边就非常的碎 记住这个小技巧 切好后先放入盆中 再准备适量的香菜清洗干净切成段 不喜欢吃香菜的可以用青椒代替 再准备适量的花生米,仿佛口感 接下来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一勺的白糖 适量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陈醋稍微多一点,再放入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胡辣有一少,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当然不喜欢吃太辣的就不要放 用筷子稍微翻拌几下,这样洋葱更容易入味 接着倒入香菜段和花生米 继续用筷子翻拌均匀即可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拌洋葱最重要是用筷子这样拌匀即可 切就不要用手抓拌 用手也是捞拌 因为抓拌很容易出汁水 影响成品 拌匀即可 拌成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装入盘中 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一道爽脆入味 简单加常的凉拌洋葱就做好了 跟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浴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